各位觀眾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孟辰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今天是禮拜五 也是連假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先祝各位投資朋友們休假愉快 當然你從今天的台股來講 目前指數下跌100點對不對 你可能會覺得非常非常的擔心 但是我跟大家講過 我們在看行情的時候 其實不能用指數來去做一個評估 畢竟指數是由大型全資股帶動 但是個股之間就不太相同了 所以我們要看的 反而是貴買指數的表現對不對 所以現在加權股價指數算跌了100點 可是貴買指數呢 它卻在平盤附近做震盪整理 甚至早盤還有一度翻紅上來對不對 那代表現在的內資 現在的大戶主力 已經慢慢的開始去做一個回流了 那你在操作上面 也不能過度的一個悲觀 因為該悲觀的時間點 基本上它已經過去了 那當然除了台北股票市場以外 我們還要來去觀察一件事情 就是國際股市的表現 包括美國三大指數啊 納斯達克 道琼跟所謂的 費城半導體 他們現在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這三大指數把它整理成這一張圖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雖然說道琼 納斯達克跟費城半導體 目前都還是一個月線下彎的狀態對不對 但是呢 之前的乖離太大 它已經慢慢的開始進行收斂了 那開始收斂的時候啊 這裡留下一個跳空缺口喔 那這個跳空缺口都預告了一件事情 它要嘛就是一個很強的壓力 要嘛就是一個很強的支撐 所以呢我有一個下方的跳空缺口存在 代表一件事情 我這個位階點上面 下面是有一個支撐點 它幫我們撐住的喔 它是有人會去在這個地方買股票的喔 所以呢當你的道琼指數啊 現在還是月線的下方對不對 可是假設喔 連假過貨 或者是連假期間 它突然一根長紅棒突破上去 那我現在呢扣底值在扣底下降的區間 我的均線就會從一個下彎開始轉為上揚 那我一旦開始轉為上揚的時候啊 喔喔 那就不一樣了 整個悲觀的氣氛 又會慢慢的慢慢的開始轉為樂管 這時候行情就不請自來 那當然不只是道琼這樣走 包括納斯達克 它也有一個跳空缺口的支撐 包括費城半導體 它也有一個跳空缺口的支撐 那尤其是費半指數的方面啊 因為費半現在已經先突破了 月線的反壓了 所以原本喔 大家非常悲觀有沒有 當時的BIOS指標都是負值 現在呢已經方為正值 當我方為正值呢 接下來扣底值慢慢的 要扣底下降的區間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未來遇到的成本 它越來越便宜 我的拉抬的這個力量就會變得很強 就會變得很強 所以我們再回過頭來去思考台北股票市場 台股今天為什麼會跌 理由很簡單 就是因為廉價前夕 大家會害怕國際股市之間 會發生什麼樣的一個狀態嗎 可能會不會烏鱷戰爭突然之間 變成了核子大戰 會不會這個國際股市之間 會不會忽然出現一個崩跌 當然這個是大家所擔心的 那你不想爆股票過年假 就會造成有一些賣壓 調節性的賣壓出來 但是這些調節性的賣壓 我們就必須再觀察一件事情 量能的部分 今天雖然是跌的 可是量能有沒有暴增出來 導播幫我削下面 謝謝 你看喔 預估量只有1600多億 那也就是說今天的跌 它是怎樣 它只有賣壓 賣壓其實也不是這麼的重 它也不是這麼的重 那不是這麼的重 那當然有一些成績的買盤 在這邊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來去做一個低階 所以股票市場 我們的操作其實要看得更寬 你要想得更遠 你才會得到的更多 那基本上每一次啊 行情在跌的時候 我相信各位投資朋友們 心情上面都會覺得很悲觀 但是我覺得悲觀 沒有辦法讓你賺錢 怎麼去預判行情的轉折 它才是最重要的嘛 所以一直到10月 這個8月底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 行情真的該悲觀的時間點 是在這個時候 當時指數一萬五千兩百點之上的時候 因為當時發生啊 技術面發生了一個狀況 乖離太大 它開始進行收斂 那我收斂完呢 我開始做反彈的時候 點到月線開始反彈 反彈上來來到反彈的滿足區 向上空間有限 回檔的壓力就會變得很大 所以我在那個位階點上面 我跟大家講什麼 你要把資金抽回來 當中熱門股低埋潛力股 可是呢 你當你把資金抽回來的時候 你才有 未來你才有低階潛力股的機會嘛 那什麼時間才是最好低階的狀態 就是等到行情有沒有 真的出現了一個轉折訊號 像兩日高點壓力區 開始突破的時候 這個反而是一個很好的布局的一個時間 代表說我的短多趨勢成形 所以我跟大家講說 兩日高點壓力突破 它要上去挑戰哪裡 挑戰缺口的壓力 跟挑戰月均線的反壓 這兩日高點突破上來 就是代表一個短多趨勢的一個轉折 所以你就看喔 大盤有沒有 它是不是突破兩日高點壓力區 那我突破兩日高點壓力區的時候 我是往上怎樣 來去做月線的一個挑戰 那當然我也跟大家聊過 因為現在缺口還在這裡嘛 我的缺口還有存在 我的月線還是下彎 所以呢你要一次突破上去 我講實在的它有難度 真的很難 但是不代表它不會發生 就很像說我前面有一堵牆 這一堵牆非常的厚對不對 那我的壓力我要怎麼去突破它 我不是硬捅啊 我不是硬著硬幹子 就是想說我一定要把你穿過去這樣 不是這樣的 你必須呢先退一步 然後再往前衝 這時候呢你的力量夠大 你突破壓力的機會才會更強嘛 所以今天的回檔 我認為是一件好事情耶 反而是一件好事情啊 因為你在回檔的時候 下方一樣有缺口的支撐 它也沒有回補啊 那我上方呢 缺口的壓力跟月均線的壓力 一旦開始突破上來 那完全喔 氣勢就完全不一樣了 它就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就是股票市場 你要看得更寬 想得更遠 你才會得到的更多 那通常每一次空投來臨的時候 它都是轟轟烈烈的 我們講實在的 這一波行情跌了三千點下來 有沒有 你會發現到很多的鬼故事 全部都跑出來了 如果沒有鬼故事啊 股票市場不會這樣子的崩跌嘛 對不對 可是呢 當你在行情在漲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你完全沒有利多 你沒有什麼 什麼未來的這個行業很好 或是怎麼樣的 它就突然之間就漲上來了 你如果回顧 2020年疫情的那時候啊 當指數跌到8523點 那突然之間就漲上來 那你回過頭去想 當時有人告訴你什麼利多嗎 沒有啊 當時疫情還是很嚴重啊 每天都是怎樣 確診人數暴增啊 那死亡人數也非常的驚人啊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 哇 世界完蛋了 那你股票市場 指數為什麼會上來 行情為什麼會大漲 甚至從8523點上漲了一萬點 漲到了一萬八千多點 為什麼會漲 沒有人知道啊 那你等到漲上來的 你回過頭去看 8523漲到了一萬二 漲到了一萬三 漲到了一萬四 哇 行情怎樣 你已經買不下手了 很多的股票呢 已經漲到你買不下去的位階啦 那我認為這一次也是一樣啊 每一次空頭來的時候 都是轟轟烈烈啊 但是多頭行情都讓你不知不覺 這才是股票市場最難的地方 當你不曉得行情的變化的時候 那很容易呢 因為追高殺低 甚至呢 很多市場上的專家 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告訴你要賣股票的時候 那反而是行情落底的時間啊 所以逢高有出你拉回才有機會買嘛 那我也不是說空口說白話 我一定是看到了什麼樣的訊號 才會告訴你說 整個趨勢上面 開始往多方去做發展 或許這些東西你沒有發現到 但是我覺得 可以給你帶來一些參考的意義 參考的價值 那你一旦下次再遇到的時候 你才不會慌亂嘛 那我當時跟大家聊過 9月23號其實央行理監事會非常的重要對不對 因為央行理監事會除了升息半碼以外 重點是他講了一句話 叫做央行預估第四季新台幣 要貶到31.92 那央行很少會對新台幣 講出一個明確的數字啦 那我認為央行居然願意講 他要講我們就一定要聽 因為所有的股票的漲跌 來自於資金嘛 你錢很多股價就會漲 你錢很少股票就會跌 這很正常嘛 因為股價就是錢堆出來的啊 那台灣最大的最大的資金來源 他是誰 叫做外資 外資是我們台灣 佔了市場的市值的一個重要的金主 那你重要的金主 他的想法就很重要了 那央行呢 他因為主導著所謂的匯率的表現 所以當央行一講話的時候 所有的外資全部都要聽 每一個人都要聽央行講的嘛 所以他已經告訴你最多貶到31.92 當時呢 9月23號的時候 當時的新台幣就是到31.7元 那我跟他講什麼 我說如果他到31.92啦 也差不多差兩毛錢 那你為了這兩毛錢 假設呢 你為了賺這兩毛錢 你要損失後面升值的話 對外資來講絕對是不划算的 風險跟報酬比例差太多啦 所以你來到那個位階點上面 央行都已經宣示了 那接下來呢 整個新台幣 向上的這個貶值的空間有些 回升的機會就很強嘛 那你就看喔 最近新台幣到10月5號的時候 是不是開始進行升值了 最近已經升到31.6元啊 那代表說錢開始回來了嘛 以前外資賣掉的股票開始回來啦 所以我們再回頭去想喔 你去看看最近外資有沒有 從新台幣貶值那時候 從新台幣開始升值那時候 它是不是開始買超了 從原來的大賣股票 變成買超買超買超 那這個位階不就是對應哪裡 對應新台幣嘛 所以你看喔 新台幣從這個位階點上面 連續升值了三天有沒有 它連升了三天 外資就連買了三天 所以新台幣 如果持續去做升值 外資會怎樣 它會持續的回流 持續的買股票啊 那你外資都已經不賣了 你現在才要去放空 或者是說 你現在才要去賣股票 那不就是跟外資對著做嗎 那你跟外資對著做 你覺得誰會贏 是你會贏還是外資會贏 所以現在不需要過度的一個悲觀了 有很多很好的標的 來到一個跌幅的滿足區 甚至都已經來到超跌段了 這種位階點上面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上漲的空間它會無限大 所以你反而要去關注這些超跌股 甚至未來第四季的作帳行情 來去做一個準備 那有哪一些標的呢 待會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分析 城東斗庫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步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進一定貸出 金銜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進一定貸出 城東斗庫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借獲利 無往不利 城東斗庫 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台股直播室的現場 我是孟臣 在11點到11點半陪大家一起看盤 當然股票市場它不是一個數學題 它也不是那種自然科學題 你沒有辦法用一個很明確的數字 比如像說我跌到哪裡就是一個底 或者是我漲到哪一邊才是一個高點 這個都沒有辦法用一個很精確的數字 來去做一個評估 但是我們可以用一個市場的心理面 來去做一個思考 來去做一個判斷 就很像我當時跟大家談 當加權股價指數來到乖離太大的位置 它開始進行收斂 收斂完之後反彈上來 你會發現到這個位階點上 很多市場的專家甚至投資朋友 你們都是很樂觀的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這時候不買股票 你要什麼時候買 趁著大跌的時候買股票 才是一件對的道理 可是我說在那個位階 你反而要趁著反彈來去拉高現金 因為每一個人都太過樂觀 大家都在搶著買股票 沒有好價位 真的沒有好價位 所以當你後面再回檔的時候 這一段的下跌 也遇到中秋節 那我中秋節我也跟大家談說 不要留股票 講實在的 你要降低你的持股 你要把你的資金抽回來 甚至連價回來連續的反彈 我也告訴你這個地方 不管怎麼樣你都要賣 因為月線還是下彎的 你點到月線的時候 向上空間有限回檔的壓力 它會很大 但是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你有發現到嗎 一樣啊 大家都叫你買股票啊 每一個專家都告訴你 行情很好 你要趕快買啊 那等到現在呢 載速急跌在將近快2000點的時候 大家全部都瘋狂了 每一個人都在悲觀了 現在叫你買股票喔 洪老師就說 開始要買股票了 你會當我是瘋子 你會當作我笑的 那股票市場就是這樣嘛 你要成為市場上的贏家 你本來就要有不一樣的思維 這叫做 雖千萬人無往矣啊 我真的看不好行情 我就直接講啊 那同樣的 我現在告訴你行情會好 或許你們都覺得不相信 但是呢你等到未來到萬四萬五 行情好一點到萬六的時候呢 你再問老師可不可以買 那時候我也不曉得 該怎麼告訴你 能不能買的問題了 所有的問題點 全部都在於資金的流向 所以當新台幣呢 開始由貶轉身 其實在操作上面 在想法上面 就不能夠過度的悲觀嘛 那我們再回過頭去思考 其實台灣有大家所想像的 這麼的糟糕嗎 我們不論以總體經濟面來看 不論以個股 整個表現來看 其實沒有大家所想像的那麼差吧 比如像說鴻海集團有沒有 鴻海啊 鴻海它公佈了九月營收 哇年增高達四十個percent 八千多億元耶 當月八千多億元創下怎樣 新高紀錄耶 那我也問問大家 鴻海集團都表現了 鴻海都表現得這麼好 那是不是代表說 其實電子業高科技產業 沒有大家所思考的 所想的這麼樣的糟糕嘛 那有一些個股 它為什麼會跌 比如像說台積電為什麼會跌 因為外資在賣它當然跌啊 可是你反過來去思考 當外資開始在回流的時候有沒有 當外資都已經因為新台幣 開始在回流了 你不覺得回來都是一個買點 而不是賣點嘛 你也可以等到台積電 未來再漲到500 再漲到600的時候 你再去追啊 但我不喜歡這樣嘛 我喜歡拉回的時候 站在買方來去做切入啊 那同樣的 居然我鴻海的營收可以這麼好 那是不是代表說 還有它的下游產業 表現得也不會太差 包括有一些個股有沒有 現在大家可能對它覺得 這種股票很爛 這種股票很悲觀 但是我講實在的 你從它9月份的營收來觀察 也沒有大家所想像的那麼差 比如像說8046的南電有沒有 像這個ABF載板 哇 前陣子跌爆了 那跌爆的原因 是因為它基本面出狀況嗎 不是 它跟台積電遇到一樣的問題 叫做外資一直瘋狂的砍嘛 那我外資在賣股票 你股價自然就跌啊 這很正常的道理嘛 但是你從它的營收角度來看 8046的南電有沒有 它的9月營收其實也不錯啊 還創下歷史新高耶 這是歷史新高喔 然後呢 我上半年都已經賺了13塊錢了 那我第三季都還維持穩定的話 那你說股價來到206 會不會太便宜了 是不是有點過度低估的狀態 那你這種標的呢 你就是趁它極度悲觀的時候 來去做一個切入啊 那你想喔 你在這個位階去買它 絕對比你怎樣 比你在高點的時候買它 來得更好吧 因為我現在非常靠近月線對不對 那我一旦呢 月均線給我突破上去 一旦上去的時候呢 它會產生一個逆轉的狀態啊 因為扣底值在這個位置嘛 那我月線扣底值準備要扣底下降區間 也就是說我未來呢 遇到的成本它是越來越便宜的 那我越來越便宜的情況下 那一旦突破上來 均線開始翻陽向上 哇那個 你現在看到的悲觀氣氛 會完全改變喔 那假設我今天真的錯了 洪老師講錯了 它並沒有翻上去呢 那你就賣掉賣在這個位階 破前滴就賣嘛 那你這樣差別會很大嗎 不會啊 10%的空間給它停損掉 這都是一個操作上面合理的位置啊 那同樣的你在這個位階買 風險最小 可是你的獲利呢 一旦突破上去 哎唷 我認為風險跟利潤的考量 你反而要站在買方 來去做一個切入欸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超跌概念嘛 那包括星星也是一樣喔 他們都遇到同樣的一個狀態嘛 那我現在都已經來到越均線的附近喔 居然都已經來到一個 乖離過大的位置 乖離太太也有人 開始去做一個布局的動作 我開始反彈上來 來到越均線的位置 一旦突破上來 扣底值開始扣低 哇整個均線開始翻揚 那你這邊原本的沙兜變成軋空喔 它變成軋空的一個狀態啊 所以超跌股已經慢慢的慢慢的 有一些逆轉的訊號 逆轉的這些狀況出來了嘛 所以我說這些個股 包括3189景碩 景碩它已經先上來啦 它已經先突破了越線對不對 那我突破月線之後 我現在的扣底值還在扣底極高值喔 那我扣底最高值 慢慢我遇到的成本越來越低 我的月線就怎樣 就翻上來了喔 那我一旦翻上來 原本的載版三雄有沒有 以前是狗雄的雄啊 現在會變成什麼 英雄的雄啊 那這個都是大家忽略掉的嘛 那你說你買在高點 看你在低檔去做承接 你的差異別 本來的成本差異就非常高啊 那你高檔沒有追你拉回 為什麼不敢買 什麼都沒有改變 變得只是怎樣 你的心態而已嘛 投資人的心態而已啊 所以我覺得台股當中 真的還有一些好貨 那這些好貨慢慢歷經了 這種行情的震盪整理 千錘百鏈啊 死成鋼啊 這些個股已經 再怎麼跌都跌不死它了 那你想啊 一旦行情開始上來 它會不會怎樣 會不會開始暴衝出去 那這些標的 一定跟你過去所想的 不太相同 跟你過去所了解的股票 會不太一樣 所以不要去追那種 已經很強的標的 你要知道 每一檔股票拉回的時間點 什麼位階去做承接 才是好的 那我認為除了超跌股以外 你要留意的叫做第四季啊 第四季是傳統的作帳概念嘛 那包括長榮集團 鴻海集團 甚至很多相關的集團 他們都要開始進行作帳對不對 那你作帳 你不可能等到年底才做啊 你要開始去做一個佈局 慢慢買慢慢買慢慢收嘛 所以大盤在跌的時候 黑暗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行 指數拉回 才能找到未來的明日執行 所以我看到的 比如像說長榮集團好了 大家都說長榮航很爛對不對 長榮很爛啊 但我認為還好吧 你說以它的營收獲利角度來看 其實也沒有很差啊 但是長榮航空也是一樣啊 前一陣子有沒有 大家罵翻了 因為那個所謂的什麼 股權之爭結束了 所以股價開始跌 那你所有的賣壓通通顯現出來 量縮下來啦 量縮底部沒有再跌破的話 一旦突破月線呢 機會又來了嘛 那另外呢 包括了這個榮運的部分 也是一樣啊 合併長榮物流之後 營收獲利大幅的增加 誰在偷買 金流比從500跳升到前100 那我認為它會是台股 未來前100大的熱門族群 那居然大盤跌都跌不死它了 行情這麼差的情況 都已經跌不死它了 那我覺得未來作帳的機會 就會非常的大 所以台股最悲觀的時間點 基本上已經過去了啦 既然都已經盛極而衰 已經要迎接匹吉泰來之時 現在的操作上不能過度悲觀 那你要知道 什麼股票可以買 什麼股票必須要去做調節 不懂怎麼操作的 歡迎廣告時間撥通電話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特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財務利益關係 以往制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沈慎評估 并自負投資風險